Hello 大家好 我是温村小发 今天10月11号感恩节 天气非常好 我们一行人开车从温哥华去高贵连的 米尼卡达公园和比特湖一日游 只一个小时车程 我们就先来到了米尼卡达的公园门口处 公园门口处的零车程不大 已经顶满了车 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啊 如果过来的时候一定要把车点在停车场 如果点在外面的路上的话 可能会被罚款的 好像我们来到的时候还有最后一个车位 好嘞 我们先从这里带大家进去看一看 米尼卡达地区公园 它位于高贵连市区东白角 占地175更顷 你看公园除了人之外 也还是小狗的天堂 这个公园是一个邻近的智能保护区 位于披的阿丁顿郊折野生动物管理区附近 这三点间的空气格外的清新 走在这邻间的小道上 就好像回到了原始的乡村生河一般 远离大城市的喧嚣 让人感到格外的放松 这是一个昭折湿地公园 也是动物的保护区 公园内有10多种水压和桌木鸟 还有各种山雀的鸟类 有点可惜啊 我们这次去什么都没有看到 可能是由于冬天了吧 天气的原因吧 但是这公园里面的风景啊 和空气啊 等等啊 都是一流的 值得来这里走一走 看一看 先让大家随着音乐 欣赏一下这晚叶曲节的山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 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幅美丽的山水图 保持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iano呼 Duck 那些 sec 字幕志愿者 杨茜 然后岩叫胡提我们遇到了另外一个山头 在这个小山坡上 我们再浮揽一下 在美帝邻间的湖泊 然后我们再沿着这个山坡 过走了一段 这是名副吉时的山路 根本都没有路 真正的同大自然人为一体 我们再来欣赏一下 这一段不满精致的山路 这是一条非常有特色的山路 这山上本没有路 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 我们再来看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山坡上爬山湿水了十多分钟之后 前面已经没有路了 好像也没有人了 于是我们就原路返回 还是有点小遗憾 我们什么鸟儿也没看到 等以后有机会的话 夏天过来应该是最好的了 这山顶语众不懂 隔外迷人 只得我们一游 在这个公园 倒离了一个小时之后 我们开车前往皮特湖 从免利卡达公园 开车前去皮特湖 大概半小时车程 沿途风光 美丽迷人 我们在下一个简点皮特湖 再见 拜拜 拜拜